美国社群网站巨头脸书跟澳洲政府因为新闻内容付费的问题互杠 综合媒体报道 澳洲政府为了要纠正搜寻引擎龙头Google跟脸书等美国科技业拘搏 在网络垄断市场导致的新闻媒体业因此蒙受损失的问题 决定要立法要求这些企业在搜寻结果跟动态消息提供生产成本高的新闻内容时 必须要付费给媒体 但是在澳洲众议院通过了相关的新闻媒体与数位平台强制溢价法之后 脸书18号也展开了反击 突袭式的对于封锁澳洲用户在该平台上的所有新闻内容 不仅读不到也没有办法转贴 强硬的举措引发了全球的哗然 在这一起事件当中 Google跟脸书之所以被盯上 是因为澳洲市场竞争监管单位发现 媒体每100元的数位广告收入当中 有53元被Google给赚走 另外有28元被脸书给赚走 剩下的则由其他的网络平台来瓜分 因此为了要让竞争环境更加的公平 澳洲当局决定要立法要求这些网络平台龙头付费来使用新闻的内容 于是澳洲政府展开了前所未见的立法 而这也导致了业者的反弹 脸书跟Google都反对该法案的最初内容 该版本允许了传媒跟社交平台企业进行个别或者是集体的谈判 如果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 双方就要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 尽管脸书大动作的反击 但是仍然私下跟澳洲政府来持续的沟通 在澳洲对法律进行一些修改之后 脸书将恢复为澳洲客户来提供新闻的内容 并且承诺未来三年之内 至少投资10亿美元来支持新闻业者 根据了解更改后的草案包括了以下的条文 也就是必须考虑数位平台是否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达成商业协议 为澳洲新闻业的可持续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新草案强调善意调解 仲裁现在仅用作最后的手段 这一起新闻付费之争圆满落幕 虽然为外界所乐见 但是当中仍然有许多的细节值得探讨 像是脸书为何在摆出强硬姿态之后妥协呢 传统媒体是如何受到这些社群巨头的影响 实施新闻付费制度之后 对于目前经营陷入困境的传统媒体 是否真的有所帮助呢 最后这次澳洲政府透过了强制的手段 来要求脸书跟媒体收益拆分 也引发了政府介入市场运作的质疑 究竟政府该如何拿捏 在制止反垄断跟介入市场运作之间来权衡拿捏 今天华尔街财经专访 为各位邀请到台湾的文化大学 新闻暨传播学院的院长胡又伟 来为大家剖析这一场新闻付费之争的美角猫咪 好 胡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一起新闻付费之争 脸书最后跟澳洲政府和谈了 那么不但重新推送了澳洲新闻 那么又跟新闻集团达成协议为报导来付费 那您觉得说脸书为什么会妥协呢 是屈服在澳洲政府的公权力之下 还是说他其实在他们的谈判当中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脸书刊登澳洲相关的新闻 这些新闻是由澳洲的媒体制作出来的 然后产生了广告收益之后呢 按理来讲 这个收益应该是由 刊载这些新闻的税平台 以及制作这些新闻的澳洲的这些新闻媒体 以某种比例来分这个广告的利益才对 这有一点像是 包括台湾在内有些国家的这个有线电视 它也是一个平台 然后一些卫星电视频道在上面播出之后呢 如果有了广告收益的话 这个广告收益 通常也不会单由某一方来获得 是同样的原理 那澳洲政府呢 它是因为就是 澳洲的传统媒体在 澳洲使用网络的人口快速增加之后 所以是很多国家普遍的现象 传统媒体的经营呢 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它的很多广告的收入呢 被转移到了数位平台上面去 所以传统媒体它还在制造新闻 但是它的广告收入却一直锐减 导致它的困难 那澳洲政府它就有鉴于说 像是脸书或者Google 刊登这些媒体制造新闻 但是获得广告收益以后 却完全不分给澳洲传统媒体 所以它就想要立一个法 叫做新闻媒体跟数位平台的强制溢价法 那这个强制溢价法本来是规定说 有一个仲裁官可以去决定 传统媒体跟数位平台 分这个广告收益的比例 但是脸书它们不太同意 后来大家妥协就是说 由澳洲的传统媒体 就是制造这些新闻 刊登在脸书 或者是Google上 这些新闻媒体跟这两大数位平台 自己去谈 这个广告收益的分配比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是 为什么他们愿意妥协 因为如果不妥协的话 那就会有澳洲政府指派的 所谓的仲裁官来主观的认定 脸书或者是Google 可以分多少广告利益 那么传统媒体可以分多少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脸书跟Google会比较担心 就是他们能够拿到的广告利益 可能比经过谈判跟媒体谈判之后 能拿到利益会少很多 所以他们也就妥协了 那我觉得这个妥协的一个背后的一个 国际上面的因素 是因为脸书跟Google 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状况 那其他国家的传统媒体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广告的收入 很多跑到这个数位平台上面去了 所以经营越来越困难 那那些国家政府呢 因为选举的关系吧 我想多多少少 不一定看到国内的传统媒体 因为这样纷纷的关门 所以就介入要脸书跟Google 这样的大的数位平台 把广告收入能够吐点出来 给原始制造这些新闻的媒体 你来分一点 所以我想不光是澳洲 其他国家 还有欧盟也打算这么做 所以假使脸书跟Google 在澳洲这一次 完全不应妥协的话 可能会激怒欧盟的其他国家 还有也许亚洲的其他国家 会一起联合来抵制脸书跟Google 那对他们讲就很不利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的趋势下 我想这是他们愿意妥协的主要原因 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一次脸书可以说 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光是全面封杀澳洲新闻 引来社会观感的不佳 那他最后还是妥协了 我们知道他的对手 那个全球搜寻引擎龙头Google 他老早就举白起了 所以我想请教你 脸书之前 他为什么敢摆出这么强硬的姿态 他们觉得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什么足以用来以战逼合的筹码呢 主要是因为脸书 他的全球的用户人数实在是很多 那所以呢 一个平台他的价值 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用户多少 他的用户多 所以一些企业主才会在这个平台上面下广告 因为看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是脸书会比较强势的原因 那现在 如果是有公权力介入的话呢 当然 他一个民意系是没有办法公权力抗衡啊 而且我刚讲 因为他的这种 强势的隐蔽的姿态 已经引起不只是澳洲一个国家的不满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群情激愤呢 我想他在广告收入上面 要吐一点出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算是国际传播生态上面一个现实的状况 他也不得不屈服 是 那您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 这次脸书跟澳洲政府妥协先离开了之后 其他的国家势必都会跟进 开始要求脸书啊跟Google 也达成这种付费新闻的协议 甚至有一些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那么 所以想请教一下 这样的付费方式对于目前经营陷入困境的传统媒体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应该这么说就是跟完全没有办法从数位平台上变成广告收入 分一点利润来挤住自己在这个网络兴起之后广告损失来比的话 当然是不小补了 不过我们应该这样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 当然一方面我刚刚有提到 当新闻登出来之后啊 有广告出现 那这个广告呢 之所以会出现 其实平台有它的功劳 原始制作这新闻的媒体 当然也有功劳 所以这个广告的收益出现之后 由所有有贡献者 依照一定的比例来分摊 在道理上面来讲 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为什么 我刚刚讲欧盟一些国家准备跟进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 就纯粹就事论事来讲 在道理上面 由Google或者是脸书来 独吞这个广告收益 是比较站不住脚 比较不合理的一种做法 所以呢他们也不得不妥协 那另外呢 就是当这个 网际网路兴起 很多人 不再去接触实体的报纸 或者甚至不再去 看电视里面的新闻 都从网路里面 获得新闻资讯之后 那传统的新闻媒体 他也要想办法自己转型 比如说 他自己慢慢也要从一个实体的媒体 可能要发展的重心 要往网路的新闻媒体 这个方向去转移 那么 转移之后 他的新闻的表现的形态 要跟着改变 比如说 新闻可能要变得更 短小精致 图片可能要用得多一点 然后内容可能要更多样性一点 甚至是 写作的方式 可能要更浅显 容易读 容易看 容易听 这样子的话呢 阅听人 还会比较愿意 去接触他们的新闻资讯 所以传统媒体 他也要改变 因为在这个 网际网路 大为兴起的数位时代 大家接触资讯 都是一种 比较快速完成的行为 大家比较不用担心 去慢慢的再去看 一个长篇大论的新闻 其实他的内容非常有深度 所以传统的媒体呢 他在处理他的新闻的时候 在形态上面 表现方式上面 他也要随时改变 适应这个新的 阅读 或者是 听或看新闻的方式的改变 如果他不顺从这个 民众接触新闻方式改变 而改变他原来的内容形态 或进行方式的话 那么他的原来的 越听众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往网路新闻去转移 一定是一个免不了的趋势 所以只能说 从Google或者脸书 分到一点广控收益 这个是眼前 可以一时就急了 可以让他们的经营 稍微缓一口气 但是长远来讲 他们自己要做一些大幅度的改变 这个可能才是根本的解决他们困境的方法 是 那您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新闻媒体 它有做出了一些在编采方面的改变 所以其实这些社群网站 又被称为说是一种不在场的编辑 因为它等于可以去 去主导这些传统媒体 他们的新闻式 对 然后另外您刚刚也有讲到 您刚刚也有讲到那个依照比例分摊 这个利润的分摊方式是合理的 那我有看到一些资料说 在澳洲的话 媒体每100澳币的数位广告当中 有81澳币是被收到Google 或者是脸书的口袋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非常的悬殊的 那么以您在台湾的业界也是有相当深厚的人脉 在台湾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您有听到类似的抱怨或是什么吗 台湾的这个比例 可能没有到达8与2 这样的一个悬殊的比例 可是因为他们不见得会公开这个资讯 但是我从侧面了解 就是我们如果以50%对50%这样分担来讲的话 那么很明显 数位平台拿走的广告收益 显然是应该是多于50%的 多于50% 所以对就是说50%跟50%是均分吧 是 那台湾情形可能它也是多于50% 也许不到80%了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强势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刚刚讲它的用户数多 所以呢它的姿态会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说你一个传统新闻媒体 你的新闻不想来上Google或脸书了 那会有其他的人很愿意在这边贴上资讯 所以就是说他们不怕 没有人提供新闻类的资讯 因为现在所谓的媒体的定义是越来越宽广 有很多人是所谓的自媒体 对不对 或者是英文讲 这样的人很多 他们提供的资讯呢 有时候也有点新闻性 有点新闻价值 有点时效性 这样的人很多 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提供者现在是五花八门 非常多样 所以如果你不接受它的这个广告收益的分摊比例的话呢 那么它会告诉你说那你就不要来 自然有人愿意来 因为它这个平台大 它这个平台大的话 也就是说任何内容制作者只要上到这个平台啊 它就打开它的知名度 打开它的知名度会相对的比较省时省时 比较容易 因为其实做传播工作的人 大家都了解 如果你要以这个作为一门生意 就是作为一个长久经营的一个事业的话呢 一定要有人关注你的媒体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如果你做了某种内容 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在关注 你是不可能把它当一个事业来经营的 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屈服于脸书跟Google 这种吃下大部分广告收入的比较凶肯定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你要在它那个大的平台上面露脸 你比较容易出名 你比较容易成名 然后呢 你成名之后 关注人多了 然后呢 你比较能够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脸书跟Google 它的质在这么高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对于脸书跟Google来讲呢 它现在这种单吃比较多的广告的方式 比较害怕的是一件事情 比较害怕的就是某些内容提供者团结起来 去抵制它 或者是某些新闻媒体像澳洲传统媒体 不但团结起来 而且要求政府的力量介入协调 那这个情况下 脸书跟Google它就 姿态就没办法再摆那么高了 对不对 那因为涉及钱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这个涉及钱的事情很敏感 对不对 新闻是我做的 没有错 我放到你那个平台上面去 看的人多 因此会有广告来 也是事实 但是新闻毕竟是我做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做这个新闻 让你那个平台就算用户很多 如果上面没有精闪的内容的话 用户也是会离开你的平台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其实数位平台像Google跟脸书 还有它的内容提供者 应该是一个共生共荣的一种合作的关系 而不是一方吃定另外一方的关系 如果你是长久一方吃定另外一方的话 它一定会引起反弹的 像澳洲这个事情 对不对 因为谁愿意成为一个长期被压榨的一方呢 当然不愿意嘛 所以事情会演变到像澳洲这次这个个案 以及澳洲的个案变成是一个 成型的一个案例之后 其他国家援引这个案例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因为我们讲的比较通俗的话 电前眼红 对不对 你80%利润都拿走了 我只有20%利润 可是新闻是做出来的 那个人心一定不服 所以在这个看似是自由交易的开放的市场上面 如果说利益的分配会引起某一些人的强烈的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 被剥削的感觉的话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抵抗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啊 其实我们不必感到意外 它是很自然的情形 就是说你不能够独吞那么多的利益 你必须要承认 这个事情的意义在说 你必须要承认 content provider 内容制作者 内容提供者 他也有一定的贡献 那这个贡献呢 到底应该占广告数据多少 那就由你的数据平台跟电容提供者 你们透过谈判的方式自己去协调 是那刚刚教授您有用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脸书 或者是Google他们的经营方式 您用的是凶狠 那媒体 您刚刚也有提到说 他们或许可以用集体抵制 或者是联合政府的力量一起来抵制他们 那您说的是媒体方面或者是公权力的方面 那乐听众的方面呢 有办法可以做出任何的贡献来缓和这一种垄断的现象吗 乐听人其实是很灵活的 比如说我们讲澳洲情况好了 如果澳洲的民众 他在脸书或Google上面 看澳洲的传统媒体制作新闻 太习惯了 那么突然脸书跟Google上看不到 看不到之后 他自然就会回去那些传统媒体的网路版里面再去看新闻 乐听人是很灵活的 他其实乐听人不是很在乎这个新闻 是在什么地方被他看到 因为看新闻它都是一种生活习惯 因为我们大家都拿智慧型手机 所以在这个智慧型手机上 可以解决很多生活上面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觉得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 透过脸书或Google可以看到其他媒体做的新闻就很方便 我们就不用放下手机再去找别的管道了 或回到传统管道 但是呢 如果说是在Google或脸书这种平台看不到了 他也不可能不看新闻 在Google或脸书上面就看得到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做的新闻 对于乐听来讲最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脸书很多人每天都在用 Google的话更是大家可以说 几乎是不敢讲每天每周可能都会用得到的 所谓平台 那么何必要舍方便而去就很麻烦呢 所以呢 其实其实乐听人当然是就越方便越好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Google或脸书这种大的数位平台 跟里面的内容提供者 包括传统新闻媒体 包括个人工作室这种自媒体也好 只要是他也在制造节目的或制造资讯 应该是要大家合作协调 互利共融 一起来为乐听人服务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像脸书跟Google过去经营模式 就是他一家吃掉大部分的广告 然后逼得其他的传统媒体 都很难继续经营的话 我觉得对脸书跟澳洲来讲 也不是什么好事 对不对 因为你毕竟是只经营平台业者吧 你经营平台业者 你当然希望上面来的这些内容提供者 提供内容是越多元越紧态越好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是一种合作互利共融的模式 所以我相信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脸书Google他也会去反思 就是说他怎么样在仍然有赞钱的情况之下 能够跟各国的传统媒体也好 各国的自媒体 个人工作室内的新闻工作者合作 把这个平台里面的资讯 你弄得更多样化一点 更多元一点 更更综合一点 然后呢 这样最后就会形成 脸书或Google种平台 还有内容提供者 还有乐听人三方都赢 三赢的局面不是很好吗 是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从媒体的方面的角度来切入 然后乐听众我们也有提到 那现在我们可以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公权力这部分 虽然说外界它普遍不满脸书 这一些科技巨头的垄断 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澳洲政府透过立法强制的手段 来要求收益拆分 这其实也引发了市场外界 对于说政府介入市场运作的质疑 那么在反垄断跟政府介入市场运作 这两方面的争议的权衡 您怎么看呢 当然就像您刚刚所问的 就是政府当然最好是不要介入 民间企业之间的商业互动行为了 除非万不得已 政府介入的话 在澳洲的个案上面来讲 到底如果是由政府来仲裁 脸书或者是Google 跟澳洲传统媒体在广告收入上面 要怎么拆分 如果是由政府来定的话 坦白讲 政府要怎么定这条线到底要怎么画 用什么标准来画 其实对政府来讲 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很尴尬的事情 因为不管怎么画 你可能都没有一个很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背后支撑 所以最好政府还是不要直接干涉 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形 我觉得是大概大家都可以明显接受 就是说政府希望 数据平台跟澳洲新闻媒体自己去磋商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政府只要表达它的态度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会走入立法 我想主要是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脸书跟Google都很强硬 是在强硬 那澳洲政府在面子上也挂不住 所以他才说 既然你不理我的话 我就用立法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我们讲就是说 当然民间企业的彼此的互动的行为 最好还是由民间自己去协商 他们自己总会找到一个 彼此都能接受的一个点或一条线 政府来做这件事 其实吃力不讨好 所以我个人原则上是主张 就是说政府就是表达一个政策的态度就好 然后真正的实际协商 广告的利益如何分摊 还是由处理平台跟内容提供者 自己来协商是最理想的 我想各国应该是这样做是比较理想 是好 那其实呢 像刚刚教授你有讲到 其实可以让传统媒体 就是新闻 传统媒体跟脸书这一方面的 社群媒体他们来合作 可以让传统媒体也制作出好的内容 然后社群媒体也可以更大的传播 让阅听众获得更好的资讯 其实也是一个三营的状态 那希望说这一次的那个事件的落幕 也可以让其他的国家 有一个更好的先例 然后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媒体的环境 给我们阅听众来去洗手 是 那今天要谢谢胡教授 您接受我们采访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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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